屋外下着大雨 住宅的电梯却也下着小雨 花莲新城乡这间才刚交屋一年的青年住宅 面对首次台风的肆虐却经不起考验 雨水沿着顶楼电梯紧顺的阶梯 灌入二楼的住宅内造成严重淹水 居民无奈只能拿着扫把将雨水扫出门外 外头的走廊以及地下停车场也都积水 面对这种夸张的淹水情况 住户难以接受抱怨连连 感觉他们没有库保责任 对啊 就好像就盖好 然后也不管就走了这样 而不只大楼里收到大雨侵袭 竟然一楼的店家也逃不过淹水命运 我们去乡公公所拿沙包 他不给我们沙包 那是我先生一直跟他们讲 他们才肯给五包 就算了还要登记还给他们 你觉得五包够吗 挡得住水吗 对此新城乡代表就痛批 施工设计有问题 希望县府可以督促建商进行改善 我不晓得他们现在这个淹水状况 可能要看一下是怎么连接到 如果说是厂商他本身 他当初在新建后是没有处理好的 这个我们会要求厂商一定要帮他们处理好 立法委员候选人张美慧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的朋友也住在这栋烟水青年住宅 通批这个安心住宅根本让人住的伤心 对此县府也表示 会派人勘察厘清烟水的原因 并协助改善 但才刚交屋一年 却碰到这种离谱的烟水情形 居民的台风液胆战心惊 下期喜欢你约红诗涵换来自我报道